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东家 年纪不大 都在二十出头 有几位还曾被家人送去刘洋 拢共不到二十人 常在一起聚会 闲聊 他们虽不如京城中那些八七子弟会玩 也受了不少吸血的影响 立志想做点事情 便由长沙府台大人的外甥 叫做李字幕的 想出个主意 成立一个少年侦探团 可以四处搜寻些悬案 一案来破解 这活计破费十日 既能度显 又可帮助官府名正典型 一举两得 其实 一群人都在大烟馆里闲聊 这主意一提出来 大家纷纷叫好 当即便有五人争着要加入 攻推李字幕做团长 李字幕年方二十四岁 在这一群人中年纪最长 即得府台大人宠爱 官家大大小小都说得上话 推他做团长是再好没有了 副团长的人选则落在了谢世青身上 谢世青是长沙一个大窝伤的儿子 前阵子刚流洋回来 经朋友引荐才认识了这一种长沙城里的少爷 他在英国学了西医 对案件的调查 勘查死尸派的上大用场 做副团长没有意义 少年侦探团这便成立了 大家兴奋地下馆子庆祝 各自按下决心要有一番作为 争取破解几个悬疑未决的案子来出名气 没想到 这一连三个月 一件需要少爷们出手的案子也没遇见 众团员时常催着李字幕去衙门 聂司 佛台里问消息 可寻常也无非是些争吵打斗之类 鸡毛蒜皮的小事 把人提到衙门里 三两句话就断了案 累得众英雄无用武之底 在这之前 衙门里的案子有不少悬而未决的 可当时人早已不知去向 证据也十之八九失散了 压根无从差起 谢世青毕竟是学习学的 提议让其他团员闲来无时时多去发瞻耳目 壮大少年侦探团的同时 说不定能打听到一些消息 众人有些灰心丧气 但也答应了 同时 李字幕也安排了几个下人 每天去各处衙门里打听消息 若有大案要案 第一时间回家来通报消息 这天上午 谢世青和李字幕在府台大人家里喝茶 突然仆人说有客人来访 李字幕让仆人带客人进会客厅 俩人抖了抖身上的长山 顺着青石板路到会客厅 原来是少年侦探团的团员杨平 杨平一见团长副团长在一起 眼睛顿时亮起来 说 东城刚刚出了个案子 俩人一听也来了精神 忙问杨平是什么情况 杨平说道 谢副团长前日里让我们多找些耳目 我便想起家里的门房有个儿子 刚到九岁 我让他把平日里一起玩耍的孩子都聚在一起 让他们四处去打探消息 每日可以到我这里领卖牙汤吃 打听到大消息的额外有赏 前几日打听来的都是些芝麻绿豆市 今日一早 有个孩子在我家门口一直等着 不敢让门房去里面喊我 我出门时才看见 这孩子就上来跟我说 东城死了个人 谢世青毕竟心思缜密 问道 有没有消息说死者是谁 怎么死的 杨平摇摇头 说 我这刚听见消息 就让那孩子带我去瞧 已经有附近住家的去报关了 官府的差人把那屋子围起来了 不让孩子进去看 孩子是跟其他的人打听来的消息 我去的时候 差人正把死人往外抬 撞在推车上 我瞧见了 是个穿长衫的 不认的 听邻居说是叫做张 什么法什么的 瞧那模样也没有血迹 不知是怎么死的 我便喊了辆洋车 给了双倍的利钱 让他快些跑 到你这里来报信 过一阵子你派出去 那些家丁准有来消息的 谢世青一阵眉头紧簇 说 名字也没打听清楚 李字幕一拍桌子 说道 准是张法逊 杨平想了一会儿 说 兴许是这个名字 我记得不那么轻了 依稀是张法逊 张逊法什么的 怎么是这么一个怪名字 李字幕说 你不知道这里的名堂 我舅舅的手下 有个狗头军师 信教的 三天两头间 见些排客 断弓 道人 我舅舅也被他鼓动的神魂颠倒 常常请人来家里看风水 批命 打叫 这些学法的 有个道名 名字中间是个法字 张法逊我听了一些师傅讲起过 他们说是个法官 是搞这些名堂顶在行的人 谢世青鄙夷地说 这些牛鬼蛇神推也不成话了 正在这时 一家丁从门外跌跌撞撞地进来 对着李字幕说 少爷 有消息了 东城的一位法官 今日被发现死在家里 您要是想破这个案 就赶紧去瞧瞧 人这阵子在涅斯衙门 谢世青问道 死者姓甚名谁 家丁达道 是东城的张法逊 李字幕颇有些得意地 吵谢世青 杨平笑笑 说 走 咱们这就去瞧瞧 府台大人家里常备着教夫 这一年赶时薪 也买了两辆洋车 公仪太太们平日出门用 被李字幕争用了 又在门前另喊了一辆 三人坐洋车去了 涅斯衙门在长沙城西 从府台大人家出门 往南笔直的二里路便到了 清末时设立涅斯衙门 藩泰衙门 巡抚衙门 涅斯衙门等级最低 相当于今日的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安厅 检察院合并机构 平日里负责审理案件 时任长沙代理 涅斯叫做纪白梅 纪白梅本质是梁岛 清朝时在有曹梁的省份 设立此官职 负责掌管监察兑换粮食 监督曹运 纪白梅是个理学先生 对商风败俗之事极为痛恨 李字幕带着谢世青和杨平 从涅斯衙门后门进去 涅斯衙门的差人 都认识李字幕 为座阳 到了堂上 见那死人正摆在一张长木桌上 两个舞座在摸索着什么 纪白梅一脸严肃地 审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李字幕和杨平在侧面听审 谢世青从口袋里 掏出一副白手套 以免口罩来 穿戴上了 与那两个舞座一起检查尸体 李字幕听了一阵才知道 这男子是张法逊的邻居 今日早上 他去张法逊家里 打算买些香烛钱纸 去社庙里供神 门是从里面锁着的 喊了半天 也不见人来开 便横下心来将门锁撞开了 就看见张法逊还躺在床上 像是睡着了的模样 男子想推行张法逊 可一摸身体冰凉 探探鼻息才知 已经断气了 便赶紧去街面上 找了个寻找的差人保官 对其余的事 似乎一概不知 李字幕凑到 纪白梅耳边问道 查出死者是怎么死的吗 纪白梅摆摆手 不知可否 问那男子道 你怎么敢随便去撞人家的锁 莫不是你已知道他死了 故意装作刚才发现的掩人耳目 你可是跟那谋害张法逊的贼人串通吗 男子跪地大喊冤枉 说张法逊平日里起床很早 绝没有睡到这时候才起来的道理 纪白梅叫过一起去运尸体的差人 询问了几句 知道确实门锁是被撞开的 在这男子家里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凶器 血迹 纪白梅又问道 张法逊近日可得过什么瘟病 男子连连摇头 说他身子坚实 不曾得瘟病 纪白梅说 那他有什么仇家没有 男子说 张法逊平日里常帮着邻居们化水治病 日子过得去 没听说他得罪了哪个 纪白梅说 好端端的一个人 正直壮年 没有得瘟病 竟这么死了 又对武座们怒道 一个人怎么死的都查不出来 要你们这些个饭桶有什么用 时至初秋 天气已不那么炎热 两个武座却顿时流下满头大汗来 纪白梅又说 既然没个处置 就当悬案罢 把这人收押了 这时候 谢世青突然说道 纪大人慢着 以便伸手招呼大家过去 纪白梅 李字幕 杨平 便一起凑了上去 谢世青将张法逊的头发拨开 指着一处说道 细细看这里 众人仔细看着谢世青纸的方向 隐隐约约看见个黑色的疤 李字幕问道 莫不是头上遭了击打才死的 谢世青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来 分给李字幕和纪白梅各一致 说你们摸摸看 李字幕把手套戴在右手上 摸那黑色的疤 发现十分坚硬 好奇地问 这是 谢世青说 是一枚钉子 钉紧后脑了 我估摸着 贼人是趁他睡觉时偷偷溜进去 一下从头上钉进去了 又赶紧将血迹擦干净 想伪造这人是无疾而终的假象 几百没听吧 对武座们说 愣着做什么 把钉子起出来 一个武座习情风 唯唯诺诺地拿工具去敲钉子 不一会儿 钉子起出来了 约某五寸长 制作非常精巧 杨平说 这么细的钉子难顶东西 圆的那头要大一些 才吃得助力 这钉子钉头这么小 根本钉不进去 谢世青说 钉头兴许是能拆下来的 纪白梅说 这钉子绝不是寻常铁匠 能打造出来的 这是门外一阵 熙熙攘攘的吵闹声 纪白梅呵斥了几句 以差人来回禀说 衙门口有四个后生 吵着要进来 说是什么调查团的 李字幕对纪白梅说 是我的朋友 让他们进来吧 幼福在纪白梅耳边悄悄说 这些个朋友 都是闲着没事做 想帮忙审理几个案子 若是侥幸破了案 功劳还是纪大人的 原来 李字幕出门时 便让仆人去通知 少年侦探团的其他人 一起去涅斯衙门 这会儿几位刚到 涅斯衙门的差人 不认得这些少爷们 推说涅斯纪大人正在审案 不便剑客 不让进 少年侦探团的成员 便跟衙门的差人吵了起来 既白梅听了李字幕的话 这才一挥手 让差人们把他们都放进来 加上新加入的一位成员 少年侦探团的人都到齐了 李字幕让杨平 把这件事的线索 跟大伙说了 李字幕举着钉子问大家伙 有没有人认识铁匠 能打出这样的钉子来 众人面面相觑 不知所措 其实 长沙府下辖长沙 善华二线的铁匠 平日里也就是打打农具 如锄头镰刀 这些农具用不着太过精细 能使得顺手就行 是以铁匠的技艺 并不需要多么高超 少年侦探团的许谦 唯唯诺诺地举起手 李字幕说 你有什么线索 许谦说道 铁匠兴许不幸 我知道个南城做剪刀的刘师傅 他不会打铁 都是去铁匠 铺请铁匠 把刑打好 他拿回去自己磨 装配 谢世青问道 他能做这样精巧的钉子 许谦脸一红 压低了声音说 我有个嫡出的妹妹 前阵子抓住的时候 他妈妈专门请刘师傅 做了一把小剪刀 只有三寸长短 跟这个钉子差不多大小 兴师也能做这个钉子 少年侦探团的人都笑起来 说 你都二十好几了 还有个要抓周的嫡出的妹妹 许谦修的脸更红了 不好意思再说话 低下了头 谢世青拿起钉子 让大家看那钉头上崭新的断茶 说 这刘师傅 如果能做出三寸长的剪刀来 必是能做这颗钉子的 让铁匠先打个形出来 他自己要费些功夫 来磨成这样间隙的 钉头上面只要先用小凿子 刻个极小的圆形 刻深些 旁边再刻几条线 打这颗钉子时一用力 钉尖钉进去 同时钉头就碎了 这样才能不露痕迹 大家听了都觉得有道理 纷纷表示认同 纪白门向许谦问了刘师傅的所在 这差人去拿 这张法迅的邻居还有嫌疑 断不能放了 便收了奸仙下在牢里 少年侦探团的众人便在后衙喝茶 后着差人去提人 谢世青和李字幕有些不放心 在堂上跟纪白门又攀谈起来 李字幕问道 这邻居有没有提到张法迅 平日里跟些什么样的人来往 纪白门说 做法官的还能跟谁来往 除了平日里去别家打轿 就是逛窑子 抽大烟 听了邻居说 张法迅有个老乡好的姚姐 叫盛摩翠红 也是花名 张法迅年轻时曾讨了个老婆 生孩子男产死了 娘家也不跟他来往 谢世青说 那事发前几日 邻居有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纪白门说 邻居说是他前几日 去一个大户人家打轿 回来时 很是有一脸快活的模样 一身久慰 说自己要发财了 兴是个大户人家 给他赏钱多 喝多了酒说浑话 几个人想来想去 也没什么能挖得出的线索了 便静静地思索 一边等待差人复命 待了好一阵子 厚衙的少年侦探团成员们等不及 来来回回奔大堂 看了六七趟 纪白眉特地让牙医去馆子里点了一桌菜 送到衙门里款待各位 待到吃完饭 差人们终于压着刘师傅回来了 刘师傅被上了绳子捆住双手 一脸委屈的模样 谢世青悄悄对李字幕说 你看的手指又长又细 是个做精巧活的 纪白眉拿起那枚精巧的钉子 缓缓走到刘师傅面前 盯着刘师傅的眼睛 问道这物件你可认识 刘师傅瞧了一眼 说认识就是我做的 纪白眉说 你为何要谋害张法迅 刘师傅一脸茫然地说 张法迅是哪个 纪白眉大怒道 人赃病祸还敢抵赖 刘师傅吓得浑身一软就跪了下去 嘴里念叨着 青天大老爷呀 我怎么敢谋害别人 我就是个做剪刀的 谢世青朝 纪白眉做了个颜色 走到刘师傅身前 问道 这梅钉子 是别人托你做的 刘师傅大气也不敢出 道豆子一样 将这件事说了 原来 不久之前 刘师傅这里来了一位客人 是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 刘师傅猜测 是某个大户人家的一太太 便问女子是否要做剪刀 女子没说话 掏出了两块银原来 说要做一枚钉子 刘师傅问她 要做什么用途 好确定尺寸 女子说自己是某某人家的二一太 一直怀不上孩子 眼见三一太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 家里请了郎中来瞧 郎中把卖说 卖相来看是个男孩 女子担心三一太生了孩子就此得宠 那万贯家业旁落 自己就要受冷遇了 下半辈子没了指望 想起有木工说 这孕妇不能钉钉子 尤其是不能在床的正上方钉钉子 不然对子嗣有损 就动了心思 想要用这个法子来让三一太的孩子保不住 但木工用的钉子太过粗笨 钉在房梁上容易被人发现 就央求刘师傅 做一种钉进去看不见痕迹的钉子 好趁三一太不在家时 将钉子钉在床的正上方 两块银园不是小数 刘师傅犹豫了一阵子 还是答应了 思索了很久 才设计出这么一种钉子来 费了好几日的功夫做得了 交给了那女子 季白眉问道 那女子姓甚名水 刘师傅一脸愁苦地说 我也不晓得 做生意 哪里还问莱克的姓名呢 季白眉犯了愁 不知如何是好 李字幕说 何不把张法逊的相好 换来问问缘由 季白眉琢磨了一阵 又拆压一把张法逊的邻居 从牢里提出来 问明了张法逊 常去逛的窑子所在 清点了所有在班的差人 写了张公文 盖上涅斯衙门的大印 让差人回同府台的人 一起去拿人 其实抓一个窑姐 原本用不着费这么大周章 只是季白眉对伤风败俗的 是痛恨至极 涅斯和府台的差人 并在一处 查封了城西的一处烟花柳巷 将十多个姚姐 连同老宝子 一起带回了涅斯衙门 季白眉不愿跟这些女子说话 让差一门问哪个 是翠红 老宝子说 这翠红前几日 才被一位少爷赎身 已经不在窑子里了 说着 还从贴身的兜里 掏出一张赎身器来 让差一门递给季白眉看 季白眉接过赎身器来看 气得直拍桌子 也顾不得身份了 直接坐回大堂上的太师衣 问老宝子 翠红赎身后去了哪里 老宝子推说不知道 季白眉大眼一瞪 换差一门 轮流抽打老宝子 和仲瑶姐的嘴巴 抽打了一阵 众女哀好连连 闹得季白眉心烦气躁 又耐着性子 问老宝子 翠红住在哪里 老宝子吃痛 只好照实说了 季白没有吩咐差一门 继续去提翠红 差一门跑了一整天 连个歇脚的功夫都没有 叫苦不迭 但也不敢抗命 攻推了四位年轻些的小伙 一起去拿人 留在涅斯衙门的差一 把仲瑶姐放了 只留了老宝子做证人 压在后堂待审 到天色快黑了 少年侦探团的少爷们 早已哈欠连天 方知沈案子原事件苦差事 大舵已告却回家了 只剩下李字幕 谢世青 杨平和许谦 还在等翠红 没想到 等到夜深时 各位牙役带回来的 却是翠红的尸体 牙役们说 去翠红家里 见门口黑着 问了附近的邻居也说 不知这屋里住的是谁 有几天没见人出入了 差一门破门而入 趁着灯笼的光亮剑 屋内一女子躺倒 走进了发现 女子脖子上有勒痕 显示死去多时 天气不热 是已没有腐臭的怪味 李字幕叹了口气说 这一下线索全断了 谢世青提议 把老宝子叫来再问问 李字幕插嘴道 这还问什么 那熟身器上写的准是化名 这些老宝子只认钱不认人 怪你张三李四 肯出钱就行 既白眉为宝衔起见 把老宝子又提出来 他不肯与伤风败俗之人说话 便让谢世青等人盘问他 老宝子一到堂上 看见翠弘的石身 先是一阵枯丧似的哀嚎 被既白眉忍不住喝纸了 李字幕等人盘问了半赏 果然 那替翠弘熟身的少爷 用的是个叫做何处寻的名字 一看便是捏造的 长沙城里的顽固子弟 先有不巴结李字幕的 可李字幕也从没听过这么个名字 老宝子说那少爷来时 自称是满汤戏商号大掌柜的侄子 可好巧不巧 许谦正是满汤戏商号大掌柜唯一的侄子 气得上前又给了老宝子一个耳光 继续盘问下去 也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翠弘死之前 也没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替翠弘熟身的少爷 都是很晚才去光顾 也从没跟旁人一起去过 不知真实底细 老宝子平日李只顾赚钱 并不关心白日李姚姐去向如何 纪白梅只好又吩咐差人 把老宝子压下去了 众人一时没了主意 杨廷心思机灵 说道 这翠弘熟身才几日 便被人这么杀害了 他搬到新的地方 连邻居都不知住的是谁 恐是被给他熟身的少爷给算计了 少爷用的是假名假身事 准是替他熟身之前 就打算周全了 长沙城里有头有脸 家里有些积蓄的少爷 咱们多多少少都该知道 可听老宝子说的 似乎也没这么一号少爷 李姿木觉得有道理 附和道 这位替翠弘熟身的 既然不是少爷 长沙城里进来也没听说 有哪位青年才俊发了财 必是假托的 只是熟身器上写明了 是五百块银元 可不是小数 寻常的人家 从哪里找着许多银元来 杨平又说 这翠弘也不是什么头牌 瞧这模样不算俊俏 这少爷替他熟身 花这么大的价钱 很不寻常 谢世青突然说道 何不让那座剪刀的 刘师傅来看看 这时 众人才回过未来 催着牙医去替刘师傅 刘师傅过堂来 见又是一个死人 先是错愕 定睛一看 又满脸的惊讶 说道 这便是求我做钉子的 那位二姨太 他怎地也死了 既白眉白白手 拆一门又把刘师傅压下去了 谢世青说道 我想 这翠弘兴许 是被那贼人教唆杀了张法逊 随后也被这贼人杀了 这贼人害怕 瑶子里人多眼砸不好下手 先替翠弘赎了身 事成之后 煞翠弘只不过是灭口 其目的只为了杀张法逊 杨平附和道 这贼人心思推野机敏 翠弘找刘师傅磨制那枚精巧的钉子 必是他想出的说辞 李子木说 这里面还有老大一个悬疑 张法逊平日这么一个法官 没有什么仇家 贼人何必费这老大功夫 只为杀害他呢 纪白眉冷眼一瞥 说道 我瞧分明是肩夫替姚姐吃醋 替姚姐赎了身 教唆这银剑的翠弘 谋害了张法逊 之后 肩夫和姚姐有了冲突 争执不合 又杀了翠弘 亡命他乡了 就这么急案罢 争风吃醋 致人死命 李子木急道 且慢 谢氏清劝道 纪大人 此事牵扯两条人命 都胆请您再查查 杨平说道 这线索全都断了 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 纪白眉说 那暂且先记作悬案吧 这些衙役们忙了一天 也该歇歇了 说吧 纪白眉快刀斩乱麻一般 吩咐差役们 把人都压下去 留下夜里知情的 其余人各自回去歇息了 这案子便一直割了下来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出现新的线索 少年侦探团的各位少爷们 聚在一起 也时常琢磨分析 可实在不知 还有什么可挖掘的方向 这天 杨平托人约了 谢氏清和李字幕 在城西的一家大烟馆碰面 说有新的线索要商量 谢氏清和李字幕 便应邀欣然前往 这家大烟馆 与别家不同 特赦了几间雅座 其实就是单独 隔出来几个小房间 里面有两三张草榻 门口遮了帘子 供人抽大烟之余 也能谈谈事 杨平早已买了一盒大烟膏 租用了三支好烟枪 等李字幕和谢氏清来了 谢氏清是留过羊的 知道这玩意对身体伤害大 露出了贤物的表情 李字幕则毫不推辞 自顾自烧起烟炮来 谢氏清问道 你说的新线索是什么 杨平卖了个关子 等李字幕烧好烟炮 用力吸了一口 吐出长长的一口烟雾来才说道 我那天听了老宝子说的 翠鸿新住那地方 心里安安记下了 这几日得闲我就去那打听消息 原房主也不知那租客的底细 自从翠鸿死后 他再也没露过面 兴许是跑路了 但房主说 当时这人来租房时 约好了在大烟馆里谈 这租客约了个很晚的时间 大烟馆里哪分什么白天黑间 夜里照样游客 租客进大烟馆时 有人换他做盐老满 租客忙用帽子挡了挡 说认错了人 若真是认错了人 不理他辩了 何以要否认呢 我想这人必是严老满 在湖南方言中 满是小的意思 老满通常是对 三十多岁男子的称呼 李字幕躺在榻上仰头歇了一阵 问道 这不是跟没说一样 杨平说 我又从我找的那些小孩子那里打听到 张法迅还有个徒弟 只是这徒弟出师后 去广东闯荡了 前阵子听说 他徒弟回了长沙 我还特地跑了一趟 去见他徒弟 李字幕忙起身问道 可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杨平说 他徒弟也没听过这个严老满 据他说 他去广东时 师父的朋友里还没有姓严的 谢世青气哪道 还是跟没说一样 杨平这时候神秘兮兮地说 但是他徒弟说 他从广东那里学了个法 兴许能有用 谢世青更加比喻了 说 这些神神鬼鬼 我向来是不信的 李字幕说 你倒是说说 是什么样的法 圆光树 杨平直白手 说 叫做什么问你的 能让死人出马来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 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李字幕也比一道 辨西法吗 死人出马 还能比活人出马还零 杨平摇着头说 我说错了 不是让死人出马 是让死人出马在活人身上 谢世青说 那你倒是让他出一个看看 把凶手抓住 杨平说 他说他一个人坐不来 得有人在旁边问 他下马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想着得让两位团长一起做个见证 若是真的 定能打听到不少消息 李字幕说 这道有趣 不妨我们一起去试试 谢世青姑且也同意了 约好明日一起在某处聚齐了一起去拜访张法逊的徒弟 隔日 少年侦探团的成员都到齐了 在张法逊的徒弟家请他帮忙 张法逊的徒弟十年也不到三十岁 兴钱是个踏实人 少年侦探团的便喊他前师傅 只见他端住一碗百米来 放在桌上 又忙活了一阵子 突然开始干呕起来 众人想要去扶 却见他连连白手 不一会儿 神态全变了 仿佛马脚出马时的状态 李字幕见这场面见得多 问道 是张法官吗 钱师傅点了点头 李字幕又问 害死您的罪魁祸首 到底是谁 钱师傅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 恨恨地道 眼 李字幕问道 是帮翠弘赎身的那个阎老满 钱师傅点点头 李字幕朝少年侦探团的人说 钱师傅还不太熟练 现在只能说一个一个的字 接着 李字幕又问道 阎老满谋害您 图的是什么 钱师傅很吃力地说了一个字 钱 李字幕说 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是怎么一回事 钱师傅沉默了很久 终于说出一个字 太 少年侦探团这下 可没一个人明白什么意思了 猜了许多回都不对 李字幕问道 这阎老满现在在何处 钱师傅说道 汉 李字幕说 可是去了汉口 钱师傅点点头 李字幕感叹道 这可难办了 汉口那么大 上哪里去找这个人 众人又给李字幕出谋 献策了良久 但也再问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一行索然地散了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 这件案子又搁了下来 不久后 也把老包子 张法勋的邻居 做剪刀的师傅都放了 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政府 建立民国 这一帮少年侦探团的后生们 因为家境优渥 有不少学过西学 都在民国政府里谋了差事 李字幕甚至在警察总局里 做了督查 李字幕处理一件盗窃案时 意外发现 档案卷宗中一犯人名为 严福喜 庞祝出号 严老满 想起几年前的那装饰来 便单独替此人出来审问 严老满毕竟做贼心虚 还没上行 就全陡落出来了 事情起因是 张法逊当年去给一个老人 做遣送的法事 这老人正是严老满的鼓掌 张法逊也是严老满请来的 老人当时已病入膏肓 说不出话来了 张法逊做完后 老人当时回光返照 清醒了 先是痛骂家中子嗣不孝 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等死 严老满也丝毫没有愧疚的意思 反而问老人 那批财宝 埋在了何处 原来 这老人曾是乡军中的一个小官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 得到了一批太平军的财物 不敢让人知道 让亲信带回了长沙找地方埋起来 家中谁也不知道这回事 后来回到老家继续务农 娶其生子 这件事 却被惊死鬼的严老满 发现了端倪 藏在心中隐忍多年 常常暗中挑拨 孤障与几位表兄弟的关系 终于害得老人无人赡养 但却一病不起了 严老满知道 张法逊手段极高明 便请张法逊来给老人做法事 事后老人得到短暂的清醒 以为只有这严老满 还有点孝心 便把这事和盘拖出了 严老满与张法逊约好 找到这批财宝的对半分 张法逊由此得意忘形 才在邻居面前 差点泄露此事 还对严老满说 找到了财宝第一件事 便是帮翠红赎身 结果严老满 先是将此事与翠红商量 骗翠红说 张法逊想一人独吞 威逼利诱翠红杀了张法逊 随后又勒死翠红远走汉口 实际上是严老满一人 侵吞了所有的财物 这些年下来出手豪阔 就算是家里有金山 也早被挥霍一空了 钱花完后 又挥溜溜回到长沙 不想 这次因为一件盗窃案 被警署给抓了 随后 李字幕请示了上风 将严老满枪毙 这件事之词 总算告一段落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